要接着继续来看下一个单元 所以待会请各位来帮我开一下 就是范例档里面的日期时间 那这个日期时间 尤其日期用的比较多 可是日期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其实它在Excel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以这个来看好了 实际上它存在Excel里面 一定是西元年 特别主要一定是西元年 为什么 因为这是美国人设计的 那你会想说 这边为什么会有民国年 这个民国年主要是因为我们 加上格式的关系 而且这个格式全世界只有台湾有 因为繁体中文 民国年也就是台湾 所以其他国家 之前有同学他们刚好外商公司 他们装的版本是英文版的话 很抱歉 你这个就做不出来 英文版没有这个东西 OK 那怎么解决 没办法 因为除非你冠的是繁体中文版 不然的话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呢 日期比较麻烦 因为它一个格子里面包含有三个讯息 什么讯息呢 年 月 日 那其实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我如何把它切开来 拆开来 年跟月跟日 分别把它分开来 OK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我如何把它合并在一起 所以日期比较麻烦 年月日怎么分 年月日怎么合 其实这个道理跟那个在以色谷里面遇到的状态 合合分分分合合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以色谷里面 很多地方我发现 如果你可以解决这种分分合合的问题的话 其实你的效率就这样提高了 那有些人是因为根本不知道怎么分开来 然后就乱试 最后做不出要的结果 那当然就有问题了 所以比如说第一个 请各位待会开启 综合练习题 这一题主要待会我们要做出什么 我输入一个月 一年的第一天之后 我希望能够向右 向下 一整年的年历呢 就可以一气呵成 不是说你自己在慢慢输入 不用 那有什么方法 当然最快的方法 如果你今天要做最好 在旁边有个按钮 产生年历 然后年历输入之后 输入第一天之后的话 全部自动跑完 那是最棒的 不过如果没有 没关系 我们按部就帮来看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格式 这个格式跟上面 这边是放在Excel里面的资料 这个是Excel外面格式出来的结果 可是问题 我们一般是输入这个 那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 年 是用民国年 那斜线改成点 然后呢 月的话呢 跟日 改成两码 后面加周期 这要怎么做 OK 你们可以试试看 这地方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我们可以用today这个范围来看 假设today 请各位在today这个 这个类型里面先输入 在结果这边 插入一个函数 使用日期及时间里面 找到那个today today的话 那today当然 它里面主要是传回 这一台电脑目前的 这个 目前的日期 所以按确定 那里面有没有引数不用 因为它自己去抓 抓这一台电脑 所以这一台电脑 日期没问题 应该是正确 所以你会看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就是我们当前的年月日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 请各位把today的这个结果 把它变成什么呢 这样的格式 民国年 斜线改成点 月日的各位数字要补赢 如果两位就不用了 后面下一个周期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一般是按右界 出生格式 出生格式里面 当然你可以看到 出生格式里面 预设是西历 你可以用中华民国历 不过你会发现 这边有没有我们要的 好像有比较接近的 接近的 好像也没有 这个都斜线 所以顶多是这个 但问题来了 假设我今天用这个 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最后结果好像还有差别 什么差 民国年座出来的 可是问题 我这个斜线没有变成点 然后这个可能要补0 不过因为刚好 这两个日期都是两位数 看不出来 不过呢 将来如果是各位数字 要自动补0的话 后面要加周期 这个地方怎么做 请各位先把这个范例先打开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部分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